Leo聊世紀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緬甸人對上孟加拉人 那這場比賽是天梯阿拉伯地圖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橘方 橘色 這應該是橘色 橘色緬甸人他的木頭挖掘速度很快 步兵是每個時代攻擊力都會加益 最特別的是他這個標槍 非標騎兵 非常的強 那他這個金罐還可以增加落馬跟騎士對攻兵的加武傷害 所以他本身來說攻兵陷入是比較弱一點的 攻兵只有一擊甲而已 非常的悲劇 那緬甸的話我也覺得他蠻適合打大象的 那非標騎兵 大象還有這個步兵路線 是他的首選 好 還有這個騎兵 那再來看一下孟加拉 孟加拉的話最特別的是他是最新加入的文明 那這個文明有點是算半宗教國的感覺 那我個人覺得他的一個戰車路線是蠻有趣的 但是 用的情況 能用到的情況其實不多 而且很容易會打到大後期 孟加拉我覺得他最強的應該是他的大象 他的大象算是綜合體的 有這個抗招響能力 還有這個受到長槍兵的傷害也會降低25% 所以本身他的大象算是一個複合體 強化版的一個大象攻擊路線 那他每生一個時代村民還會加兩村 所以可以補足他一些中期 的一個中前期的經濟的問題 所以他本身他沒有其他資源加成 但奪這兩村其實也是補足了不少的一個經濟的狀況 那他最特別的是他這個大佛 大聖佛教 上次還被糾正 他的金冠大聖佛教 可以減少村民死人口的減免 10%的減免 不好意思 像是這個100人口的時候村民 你村民有100隻 那他就會減少死人口 你可能就可以拿到 你出了100隻村民但只佔了90人口 這樣比喻的 所以打到大後期 孟加拉人其實有點玩起來像 這個哥德爾一樣 人口其實可以突破到200人口以上 甚至超過210人口都沒問題 所以孟加拉我個人是在新文明裡面也算是蠻推的一個文明 但他的玩法算是沒有那麼的強勢 那我會比較建議打這個相公 還有這個 戰車路線或是大象 還有森旅 他的森旅的話還有這個靜遠房加山 所以我覺得這幾個路線對孟加拉來說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孟加拉的一個配置狀況 像是山木 肉的話 持到10個人 OK 然後這裡有繼續補 因為這裡不用趕路 有趕路的話 通常還會再補一下 那果子跟金礦 那看起來孟加拉前期 算是比較好過 那金礦在前方要特別小心 被插一個寶在這邊的話 可能就剉賽了 所以可能要小心一點 但還行阿 他的金兩邊都在右邊 其實我是不太喜歡這種土的 不太喜歡這種金在外面 因為這種金離得太遠 很容易被控 而且這兩塊都在一起 人家插一個城堡 就直接控掉這兩個野金 會相當危險 所以這邊 對地圖的資訊掌控 每一場都要做好這個功課 好 那麼看他緬甸這裡 緬甸的一個經濟狀況 果子在前面 金礦在後面 感覺他前期來說 算是一個不錯的狀況 果子算是蠻好守的 而且他的圍 感覺蠻好圍的 不會太難 但是圍的範圍還是稍微有點大 但還能接受 那反觀 這個孟加拉這邊的一個地圖 他即使為好 前方這個地方 還是很容易受到打擊 好 那其實兩邊圖 看起來都差不多 不會說太差或太爛 而且墓區都有四片 三到四片 OK 那這邊開始上了封建十代 那緬甸這邊選的是打棒棒 那他這個棒棒開局 兩棒棒 然後還在暗村 名二十一村 這個難道是 黑跳城嗎 孟加拉這邊打 這邊 一個人挖金 一個人挖金 然後 多少人 八人伐母 這邊大會可能是要種田的 目測孟加拉可能是打小公開喔 但還不確定喔 因為這邊 有可能 是要挖金 然後去點品種 有沒有可能 呵呵呵 我覺得不太可能 這個戰術 有點瞎啊 我覺得不太實用 這個 實機一點喔 有點難打 所以上這個封建十代 還是會下這個射箭場的可能性 會更高一點 好 那這邊 二十二村 點下了封建十代 那緬甸這邊 可能是要打小公喔 挖金的人蠻多的 那這邊可能會下個伐木場 沒有木頭 尷尬 有了 OK這邊再下個伐木場 好 那這邊是 八人伐木 一個伐木場 省一個一百木 然後這邊下射箭場 喔 不到四個人啦 確定是射箭場 好 這邊 稍微把金斷了一下 欸 這邊金只是稍微挖一下 這邊可能是 只是想要 挖個裝甲步兵的升級嗎 但我覺得不太可能吧 這邊升裝甲步兵 好像有點尷尬 我覺得步生比較好 這邊不如直接轉 一級射 戰矛 更好一點喔 這邊應該是有看到對方的雙射箭場 哇靠這個打很兇 雙射箭場 看一下有沒有看到 喔 這個視野他 他在視野裡已經看到雙射箭場了 那這邊他第一個判斷應該是會下一級射 然後下這個射箭場 做一個毛兵的一個反制喔 好那這邊一上十代 這邊民兵喔 4加1 緬甸的步兵喔 攻擊力會很高 這邊直接上去白給 哇想要秀 但也沒秀到 那看起來孟加這邊 算是一個 蠻強勢的一個進攻喔 那他這個打法有點像是我 21匹小弓的教學喔 好這個 弓箭手喔 很多 那我們那個教學喔 事先下兵工場 那我有在下面補充喔 如果你不會忘記兵工場的話 就可以直接下雙射箭場 就像這樣子 雙射箭場直接開始爆 那村民喔 至少要補到8到9人 我個人喜歡補到9人 因為我個人是不會斷小弓的 那他這邊還是有稍微小小斷一下 他沒有按得那麼急 這個木頭有點缺 這邊木頭沒有補到10個人 所以這個兵工場 下的時機會有點晚 這邊稍微再挖一下木頭 好這邊轉出毛兵 但是這邊沒有蓋好 直接擺給一村 哇這一村抓得不錯 孟加拉這邊拿到了一個仙計喔 手殺是由孟加拉拿到的 好那毛兵下一個射箭場 沒工場 好一級射 這個金要塞稍微挖一下喔 還差兩金 呵呵 一級射點不下的毛兵 哇直接砍破 哇這邊進來 刺頭還可以無雙 完蛋 好孟加拉這邊還卡了一下人口 這就是我說的 雙射箭場容易卡人口 好這邊要稍微注意一下 自己打雙射箭場的話 兵工場下完之後 馬上我要再補一個 防止會比較好 避免卡村喔 因為雙射箭場的這個 慘能喔速度真的太快了 好那這邊先下到 兩個射箭場之後 爵士豪劍也好了 這邊一級射好了之後 就可以嘗試做進攻 但是緬甸這邊防得還不錯 守在這個高地喔 讓孟加拉這邊不太敢輕一舉靠近喔 好這邊終於意識到自己黃金不夠 沒法點這個一級射 去補一下黃金 OK 哇靠 你這個 毛兵按的蠻多喔 但是也應該要這樣子喔 對方是雙射箭場跟你ALL IN了 攻兵也是不斷的喔 跟我的教學一樣 啊還是有斷一下 呵呵 啊這個就是沒有按得很極限喔 所以今天才不需要八個人 啊我的是雙極限小弓 因為我覺得交給大家的話 就是要那種不斷兵的話 比較好 因為你一斷兵 數量很容易就有差距喔 有差距的話很容易就幫不到隊友 那我是覺得 學一個最極限喔 不斷小弓的方式配置喔 比較難幫到隊友 你才比較不會被隊友湊說 幹你的工兵怎麼那麼少 之類的 對嘛你都打團戰了 那邊有就盡量多出一點喔 不要雷到隊友 雖然自己的經濟會很極限喔 但至少 配到酒精還是比較安全一點的 就算精神挖太多 你要上城堡時代再蓋個市集喔 再可以把那些精拿去買食物喔 也可以 所以酒精來說我覺得沒什麼太大的缺點 好 那這邊孟加拉也確實補到酒精了 好 再來是這邊 毛兵很多 毛兵要第一時間處理掉這個 刺猴 刺猴會有點難纏 回頭打一下 OK 再打一下 好 有機會就回頭打一下 這個剩9滴再剩9發就死了 好 再一發 好 先打工兵 好 先打掉了 哇 這邊還有點一級防欸 哇 緬甸的唯一一防他也點下了 好 直接先投前面這個嗎 我先走後方 哇 很秀 有沒有看到這個毛兵 有一級射就是特別強 哇 這一坨毛兵賺爛了 我覺得這個工兵這樣跟他互換 不太好 怎麼看都是孟加拉血虧 你的是黃金啦 他的是木耕肉而已 好 那這一波雖然還是被孟加拉鎖下來 但自己也存是大量的工兵 那這一波封建進攻 可能要宣告失敗了 自己的家裡農田 又開始趕快產出來 好 這邊要補一下雙射箭場 讓自己的這個伐木 效率再更好一點 好 四級補在左邊這個位置 好 這就我們剛剛說的 真的要上 城堡十代收 再蓋這個四級 買肉開始 好 毛兵在第二波再出來 哇 單射箭場 好這樣爆 所以我才說 為什麼這個二十一批小弓 是比較適合團戰的原因 就是這樣子 你打單挑用這個二十一批小弓 就很容易 被對面一個單射箭場 然後一個兵工場 然後毛兵就這樣子 一個射箭場 就給你互換兩個射箭場 然後你損失的還是黃金兵種 就會特別的差 那有人說 那如果單挑遇到這個狀況怎麼辦 那很簡單 不然就是你自己轉一些毛兵 再來就是你自己按這個馬舟 去出幾隻刺頭 他就會退了 就這麼簡單 但如果你蓋刺頭的話 很有可能你上城堡十代時間會晚 所以如果你看到他對方第一時間 已經按一下這個毛兵 有出來的話 那你就第一時間就要去補馬舟了 你千萬不能遲疑喔 你一遲疑的話 可能他已經打了第二波 這時候你再下馬舟的話 你的肉可能就會不太夠 那時代就會越拖越遠了 那不如就像這樣子喔 直接出毛兵 去稍微反制一下 然後就去點一下自己的城堡十代 喔就可以了 好那兩邊都點了封建十代 啊不是封建十代 城堡十代 好 時間上來說是差不多的 因為這邊孟加拉 挖金挖得多 有靠買賣一波 那明天這邊 黃金樹其實還蠻多的 八金 那如果待會再調整一下 經濟把四個人拿去挖金的話 有可能是要轉騎士喔 這個黃金 目前還是夠了 可能暫時還不會轉 那這留有隻小公再魯魯小小 好這邊毛兵要過去救一下 小公可能要趕快撤了 又來了 好但是緬甸這邊也是很傾到 在探明地圖上的一些遺跡的位置 我覺得這些高速很厲害的原因就是 因為他們可以同時打正面喔 經濟又顧好 然後刺頭 還可以一直探圖 我本身有個問題喔 就是 在打架的時候 我的刺頭常常就不動 好 然後常常被天空熊說 欸你刺頭要動啊 哈哈 但是真的是喔 人老了 這個反應喔 其實沒那麼快 以前還可以喔 但這幾年喔 玩起來真的是有點心不利從 這個刺頭 常常還是會在發呆的 好 那這邊孟加拉 空兵數量還是很多 但是對方的毛兵數量也很多 十隻毛兵 好一級絕金也點一下 好 點城堡實在的中途喔 一定要記得點這個一級絕金 好二級射 戰毛兵直接升上去 好孟加拉這邊還沒上這個奴兵 奴兵還要再等一下 好第一時間點下這個奴 二級射 奴兵資源量不夠 稍微買賣一下 賣了木頭 好轉出了這個奴兵的升級 那這邊賣了有點多的木頭有點虧喔 本來這個時間可以第一時間下這個雙TC喔 但是因為有這個軍事壓力的關係喔 他一定要立刻轉出 這個升級 不然很會出事 好這邊加拉決定用這個工程機製造所 出一些奴兵或是仇死車友 在家裡做防守 然後再攻兵喔 直接去他家裡騷擾 這是最明智的選擇 那這邊喔 看要不要直接在後面這邊開個TC 好開了 好管在這個位置 主金的部分喔也可以考慮一下 因為主金沒有TC的話也是蠻危險的 不然就是在這邊開個 再開個TC也可以喔 這邊還可以挖個附金 那主金的部分喔 最好是前方這邊蓋個城堡 之類的 可以防守到自己的 金礦的部分 好那 我們在那個教學影片有講過 二級伐木喔 上封建 呃城堡時代一定要先點喔 不管什麼情況你一定要先點 那二級農田的話有機會再點就可以了 那兩邊喔都是有先點這個二級伐木 那二級農田的話就是要看經濟狀況再去點就可以了 那我個人覺得二級農田喔是你3TC運轉之後 農田開始穩定 肉沒有斷 或是你的3TC開出來之前喔 下這個二級農就可以了 最重要的是就是村民不要斷喔 然後3TC的村民要運轉起來 那沒有運轉起來之前 肉有點過多的情況喔 就可以去考慮嘗試點這個二級農喔 但是 像他這種情況喔 沒有這個輪軸技術的話 是要優先點這個輪軸技術 而不是二級農 OK 那這邊投資車過來稍微守一下 哇這邊直接被秀個操作 我毛兵直接上來硬A 頭車砸一發 哇 半...半兵殘血 直接反擊射一下 頭車跟奴炮對... 戰毛的效果還是很好的 好第二台投資車過來 孟加這邊打得有點...吃黃金喔 他黃金沒有繼續補喔 只有八人挖金 那他這個打法喔 我覺得算是OK的喔 雖然會有點斷兵 但可以顧到家裡的經濟喔 可以...還是有機會喔 可以開出這個二級 不是二級喔 這個3TC喔 因為你在暗兵跟補黃金的狀況下 其實要開3TC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情 那... 孟加拉應該是有意識到喔 自己的村民術有稍微落後 雖然每三個時代孟加拉都會加兩存 但是...自己喔 還是要趕快轉出經濟 很明確喔 這個... 緬甸這邊很早開出3TC喔 但是村民術卻沒有差太多 孟加拉直接加四村 真的差很多 而且這邊還有燒到兩村 所以村民術其實沒有差距太遠 所以孟加拉來說 我覺得對新文明的一個... 文明選擇喔 他應該是僅次於印度斯坦喔 第二強的一個新文明喔 欸...不能這樣講 應該是第三強 第一強可能是這個... 曲折羅人喔 跟印度人 那第三強應該是孟加拉 孟加拉沒有到... 到他們兩國那麼強的感覺 那最後的應該就是達羅匹圖啦 達羅匹圖我覺得真的蠻難用的 雖然他的戰毛攻速很快 但事實上喔 他用起來是有點綁手綁腳的 好 那這邊二級農點一下 再補下大量農田 那這裡喔 一定要趕快去點出自己的輪軸技術了 這邊是不是有點失誤阿 怎麼村民都在家裡 欸 你們在幹嘛 五個... 機友在TC裡面不動 好 這邊確實有該下個TC 哇他這邊是不是忘記自己有收村阿 還是把這個集結點喔 放在家裡的關係喔 好 那這邊進攻其實這裡都圍好了 房子都有補 好 孟加拉這裡直接 爆了三個頭子車 然後弓兵二十一隻 就沒有再繼續補自己的弓兵了 好 反而是開始出生於去減移技喔 家裡經濟開始農 前線就靠這一堆兵打 哎 結果這邊緬甸直接投石反殺 好 對手投車 但這裡的四級可能要掉了 好 但我覺得這邊緬甸看起來防甩是不錯的 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孟加拉這邊4TC開始運轉 緬甸這邊也是4TC 好 雙方都是4TC的一個開局方式 唉 投車出來嗎 這邊高地喔 最好是不要下去喔 一下去可能會有危險 好 這邊直接蓋個高地堡 可以守到一個正面防守的一個用途 還可以守住主經 這個城堡下得不錯 還可以守到大量農田 所以一下城堡的位置喔 就是要注意這些細節喔 是不是高地 然後可以守到多少資源點 好 這是一個蠻關鍵的一個重點 好 那這邊拉了四村出來 是想來蓋城堡嗎 但是走量其實不夠 而且對方投資車也出來了 投資車優先想要砸 戰毛但這樣我沒砸到 公命直接被砸 三台投資車有點強 再回頭砸一下嗎 可能被砸掉 果然被砸掉了 好 這邊拉了一台投資車 但是這邊沒有提到對手的一個位置 第一時間互砸 沒有砸到 但只找到一隻戰毛 哇 孟佳拉突然被打了回去 三台投資車 全部打完 全部打出了烈士 這裡轉出了一些馬就 哇 肉有點多喔 那孟佳拉的話 這邊可以選擇 轉一些 欸 赤猴嗎 轉赤猴 也可以喔 肉很多 轉大象的話 金有點太少 可能要補一下金喔 好 點下品種 三馬就 蓋前方 這個 這個打赤猴有點不太 不切實際 雖然打現在目前這個狀況 赤猴是蠻適合的 因為本身孟佳拉是沒有歧視的文明 砸下 零死一閘 完蛋 工兵死去 第二坨 工兵再過來砸一下 唉唷 吃到一點 踢一下 OK 互換一台投車沒問題 出大象 可以 孟佳拉大象 我們剛剛開頭有講到 大象就是特別強 那孟佳拉的話 其實 槍弩也可以考慮啦 但我個人不建議打槍弩 因為他本身是一個沒有母子環的文明 我覺得打槍弩還不如打相公 相公可能會更適合一點 那如果是要打這個狀況的話 輪斗技術之後 手推車要趕快點 因為手推車對農田的影響是蠻大的 但這邊緬甸已經上到帝王時代啦 哇 這邊存了很多資源 哇 這邊要騎士爆了 緬甸打騎士 我覺得緬甸打騎士 並沒有非常強 我覺得打這個飛鏢騎兵還是比較猛一點 那這邊看他這一波進攻 大象進兵零城下 而且大象是康德騎兵的 雖然現在這邊緬甸有時代優勢 三級訪跟三級攻 而且還有重裝騎士的升級 但是以造價來說 騎士跟大象換就是一個 不明智的選擇 這邊怎麼好像是蓋起來很傷喔 哇 這邊可以拆到TC 可以封很多農田 直接應該要蓋這個高地嗎 直接升叉 好 大象直接進場 哇 有一些騎士不受控制 看到大象就不受控制了 口味很重欸 OK 突然拉一下 提醒一下 欸 不要不受控制喔 騎士在等升級 重裝騎兵還有15秒 直接上去卡因波攻兵 攻兵直接損失大量 二十隻 瞬間只剩下五隻 光明直接被解決 好 那這邊有非常大量的一個重裝騎士升級好 直接跟騎士互砍 直接跟大象互砍 哇 這邊重裝騎士威力非常的還不錯 而且三訪也有了 抵抗這個城堡傷害還是有一定的效果 但是大象終究還是卡因波攻兵的一個單位 所以正面看起來有稍微一點點打贏而已 有點誤開 畢竟後面還有城堡在輸出 那左邊這個城堡已經產出了第一台巨型投資機 正面這邊大象直接快要頂爆這個TC了 開始在頂村民 但是後面有補上更多重裝騎士 然後過來反制了 OK的 這波大象突襲 宣告失敗了 更多重裝騎士要補了過來 孟加拉這邊 還有很多大象還在補 這邊是沒有打成上帝王時代的是不是 這個城堡應該是雄多吉少修復回來 哇 這個沒有點燈到雪雨了 哇 還被城堡射掉 好 正面這一波大象也是換到了一些重裝騎士 那順便補充一下這個大象的功能 大象他在攻擊的時候會慢慢這樣践踏對方的一個單位 你看這個就算沒有打到旁邊 這個践踏效果沒打一次會扣兩滴血 所以大象對這種群聚在一起的一個騎兵單位 是有一個蠻不錯的效果 好 那這邊轉出了重裝長槍變成升級 但是大概還是有點時間差 欸 這邊蓋城堡沒蓋成功 結果還被反制 大象這邊可能要來手撕掉這個城堡 哇 88.07 差一點你就蓋了起來 哇 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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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多村民 跑了 跑了 大哥 哎呀 BBQ 村民直接略解 140村變成130 好 長槍兵開始在家裡防守 家裡趕快蓋城堡 城堡趕快蓋 好 趕快蓋 真的要BBQ了 這邊可能好 可以再蓋一個 這個位置 或是再蓋這個位置也可以 好 趕快把家裡補起來 好 右邊有一波 所以我 有槍蓋四級 大象在這附近防 收村 好 這時候點下了飛鏢騎兵的升級 還有點下了安嫌戰術 那在這一次改版喔 飛鏢騎兵 我們有出影片喔 這個飛鏢騎兵已經可以吃到安嫌戰術了 抗工兵能力實在是超級強啊 本來飛鏢騎兵是很害怕工兵單位的 現在他這個一BUFF 變得沒那麼害怕 所以飛鏢騎兵現在比較害怕 就只有這個工程器單位喔 還有這個毛兵 還有這個大量騎士 欸 騎士應該不算 但是如果人包起來硬A的話 騎士還能打贏 但通常打這個飛鏢騎兵也不太好包 而且他攻速又快 最好的辦法還是打這個火炮 加這個戰毛 之類的 我去打這個飛鏢騎兵喔 好 還點下這個曼尼普爾騎兵戰術 這個能力呢 是可以讓騎士喔 跟這個弱馬 可以增加對工兵的加5傷害喔 好 很多的長香兵過來搓一搓 欸 守到一個不錯的防禦方式 哇 這邊長香兵做到很多事啊 騎士完全沒有空 完全白給 一隻村民都沒殺到 哇 完美防守 這時候點下的帝王實彈 裡面的大象直接出來被砍爆 飛鏢騎兵打當下的效果也是非常好 所以這邊再繼續打大象可能會有點虧喔 因為飛鏢騎兵的傷害很高 攻速又快 而且容易集火同一個單位喔 所以大象可能會被打到易傷出來 好 明天這邊點下的彈道水跟二級攻 的一個攻擊加成 好 正面這邊很大量的一個長香兵 直接出來搓 居然搓到一堆前來蓋城堡的村民 還是要來挖黃金 要來拖挖黃金是不是 哇 這個TC 沒有需要修補回來 直接爆炸 後面補下更多的射箭場 好 直接出相公了 相公不錯 相公也是有效的可以抵抗這個 飛鏢騎兵單位的 那相公最好是搭配一些 集兵喔 像他這個樣子喔 我覺得就不錯 因為集兵在前面卡 然後相公又可以做一個騎士喔 打這個飛鏢騎兵效果都很不錯 好 重點是這個數量就起來 相公最難打的地方就是這個經濟喔 很難起來的時候 就沒什麼太大效果 好 數量一多的時候威力就不錯了 那這個孟家的派科技喔 這個銀罐 可以增加大象的攻擊速度 那觀眾說喔 這個相公也能吃到 所以我覺得他打相公也是非常不錯的 紅術會有明顯的增加 好 這邊彈道學補下 頭車開閘 頭車閘這個 還是有點差強能力 好 相公三隻看到他直接白給了 這個時候最好是趕快補下大量的這個集兵就好了 好 其他單位可以先不出 當然是這個集兵是一定要有 這邊只要騎士移過來 沒有集兵扛 很容易就直接以面倒 好 那這邊左邊 黃金還是有在挖 右邊黃金在挖 正面這個城堡應該能守得住 但是要趕快挖石頭 好 那我們之前的影片有看到 這個飛鏢騎兵 很像有這個擴散傷害的效果 只是因為他 飛鏢騎兵很容易打歪喔 打歪的飛鏢就會產生這種擴散效果的感覺 一次死兩隻 好 但是前面感覺有點苟不住 這個距離投資機還是要爆開 右邊直接出面拿出拳套扁對手 直接拳擊雷台開打 好 左邊這邊 飛鏢騎兵還在秀操作 你看集兵一直出 對方就只能往後撤喔 所以這個時候不出其他單位 只出集兵加戰矛 這個克制效果是非常好的 我們對方一定要做操作 才不會被打到 雖然是克制對方的一個集兵 但是還是要 做一點操作才能秀到對手 好 孟加拉這邊點下了工兵的鎧架 跟這個輕騎兵升級喔 孟加拉最悲劇的喔 就是這個輕騎兵 只有 只能升級到輕騎兵喔 沒有這個大肉碼可以用 這邊 這邊還升級金銳飛鏢騎兵 你看 你看這邊 一路戳 他都沒有控 然後這邊他一直控飛鏢騎兵 然後他可以戳死幾隻飛鏢騎兵 然後自己沒有損失樂樂黃金 但是他又損失黃金喔 所以飛鏢騎兵 的一個問題喔 就是很害怕這個戰矛 加級兵的一個Double 一直追的一個問題 你不控的話又被戳 控的話又浪費太多手術 在控這個兵上面喔 難去發展自己的其他經濟喔 或是其他方面的一個工坊 好 那這邊 肉碼一直過來送 這邊一直有級兵在防守 防得還不錯 右邊的礦區穩穩的被守住了 聰明樹一直維持在200人口 反觀這邊緬甸人喔 人口樹一直沒有在200人口左右 反而是在160幾 這裡的經濟開始有點跟不上了 飛鏢騎兵雖然還是很克制所有的單位 打戰有一定的不錯的效果 好 那看起來喔 戰毛兵對這個緬甸人喔 還是有個不錯的效果 因為之前有一些 工兵鎧甲的時候 在改版的時候有這個問題 就是 這有點勞人講苦 還是不要講好 哈哈 就是有時候他們在改護甲的時候 護甲的那個 康和鼠精會改變 就本來戰毛會害怕戰毛 然後突然不怕戰毛 這個問題還蠻嚴重的 但這次改版沒有出現這個問題 好 那急兵這邊 數量雖然消滅非常大 但正面扛線還是一個不錯的效果 飛鏢騎兵這邊還是開始打不贏了 戰毛兵 打這個飛鏢騎兵效果很好 正面這個城堡能蓋起嗎 81% 好 趕快集火村民 90%了 95 誰一敗 完蛋 出事了 正面這個高地堡被蓋一下 石頭還被控住 右邊這裡還是有少量擊兵在防守 石頭這邊也有在挖 這邊清擊兵過來燒到對手家裡 哇 這邊做得還不錯 哇 這邊找到遺跡了 哇 千里條條到對方領地拿IG 好 這邊孟加拉打一個垃圾兵戰術 用大量村民去支持自己的基礎的建設 那個村民農田喔 撒很多 木頭也是喔 所以可以出大量垃圾兵 沒什麼問題 黃金樹 黃金可能會有點缺喔 要開始省一點用 哇 這邊還點一下三級伐木 我最喜歡這種點三級農三級木的玩家了 他們對遊戲的經濟我一定得了解喔 打到到後期 這個一定是要點的 好 這邊還蓋下馬舟 想要直接用馬舟去弄對手 哇 加了一堆清奇兵 讓緬甸有點控不過來的感覺 村民處已經降置到快111村 但正面有大量的飛鏢 已經殺了進來 但是自己經濟快崩了 黃金歸零 呃 孟加拉這邊村民處還是非常多 130多 而且家裡一直有這個垃圾兵 哇 正面這個城堡要掉了 哇 猛電這邊打出了GG 哇 有點突然啊 這邊突然就直接 秘密行動 又到後面蓋馬就 然後清奇兵殺一波 裡面大量漏馬直接砍爆村民 然後家裡也沒什麼兵 經濟也不夠好 反正是孟加拉這邊 經濟一直在穩定的狀況 但沒想到孟加拉這邊會贏 有一點 不太知道後期要打什麼 後期繼續打肉馬加垃圾兵戰術也是可以 但我覺得最致命的 還是這邊清奇兵一直有打到村民 造成他這邊基礎的資源 開始下降 正面開始也慢慢打不贏 城堡也守不住 飛到喜兵有點可惜 嗯 那我覺得緬甸如果要打後面這個垃圾兵戰術 確實有點難打 畢竟在毛虎打的情況下 他也沒有這工兵護甲 所以也很難打得贏 那最好是就是打這個步兵 步兵的話要神這個劍勇的升級 然後攻擊力每一個時代都會加1 那到了地勇時代 這個劍兵勇士 攻擊力快要到20 好 21攻左右吧 傷害很高 那他沒有打劍勇 就有點可惜 那 這個有點是事後諸葛 因為你也不知道 對方最後會打一個垃圾兵大戰 如果他打什麼相公之類的 你出這個劍勇 可能也是落賽 所以世紀帝國有趣的地方 就是在兵種的克制上 那緬甸這邊把所有的黃金王 投資在騎士跟飛鏢騎士上 飛鏢騎兵上 所以有點把一個雞蛋都放在同個籃子裡 稍微的可惜一點 好來看一下經濟狀況 經濟狀況 孟家 哇木頭贏了快一萬 那食物呢 贏了兩千 黃金上棋 樹了三千還好 那石頭 被挖了非常多 但沒有關係 這幾家裡還是有守住的 雖然石頭我覺得還是要多挖一點 防守上會更全面一點 但他本身靠這個疾兵 也是手下非常多的一個重要的金晃點 所以孟家來說 這邊是細節打得更好一點 而且 現在防守的同時 還有去進攻對手家裡 用這個肉碼加上去對方家裡該碼舊 這些小細節 我覺得都是他的一個至聖的關鍵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你的影片的話 請再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